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蘋果2021年 可能會推出的決心iPad Pro這方面的消息 依照蘋果每年3月份進行發布會的慣例 今年我們可能會有望看到 決心iPad Pro 2021款以及其他的產品 按照上游產業鏈的說法 蘋果目前已經準備就緒 即將在下月更新自家的iPad 而目前代工廠已經在配合他們 進行新品的最後測試環節 決心iPad Pro 2021將會採用mini LED顯示屏 有意思的是有消息指出 mini LED顯示屏將從12.9英寸iPad Pro首先開始 這表明11英寸iPad Pro暫時仍將使用LCD面板 沒有消息說11英寸iPad Pro何時會使用mini LED 或許這也是12.9英寸與11英寸在屏幕之間的區別 不過該消息也需要進一步證實 儘管如此 預計蘋果將把mini LED不僅用於12.9英寸iPad Pro上 但蘋果分析師郭明慈表示 蘋果將在2021年推出兩款採用決心的產品 它們都將配備mini LED面板 這其包括新款MacBook Pro和12.9英寸iPad Pro mini LED顯示屏擁有更先進的技術 作為更新,mini LED實用於LCD屏幕的一種新型背光形式 它具有許多與OLED屏幕相同的優點 但卻可以提供更高的亮度、更節能的效果 以及更低的燒頻風險 另外,mini LED顯示屏面板仍將由三星提供 三星顯示屏公司現在已經在韓國某個A市工廠翻新了OLED生產線 mini LED屏幕的製造將具有更高的規格要求 以滿足蘋果的需求 相比之前的LCD面板的iPad Pro mini LED屏幕面板約有1萬個LED進行顯示 每個LED的尺寸將小於200mm iPad Pro的屏幕尺寸將在10-12英寸之間 MacBook Pro的面板將在13-17英寸之間 由於屏幕面板越大,其耗費電量越多 mini LED顯示屏則將大大降低了屏幕上所需的功耗 同時,120Hz刷新率的狀態下 既接過了實用體驗,又保證了足夠的續航 相對於往年的iPad Pro 這次可以說屏幕面板是非常大的一次提升 另外,全新的iPad Pro 2021款 同時還將配備5大米製程工藝的i14X處理器 內置高通驍龍X55調製檢標器 支持毫米波和SUB6GHz SIM卡版本還將引入5G網絡的支持 另外還有消息報導 全新的iPad Pro用程方面將保持6GB 機身儲存容量則包含128、256、512GB和1TB四種可選 至於這款新品iPad Pro的售價 雖然屏幕進行了升級 不過蘋果應該不會大幅漲價 產業鏈消息人士也是表示 蘋果應該在新iPad Pro的定價上 與之前的保持一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歡迎在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